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柏林交响乐团2018亚洲巡演台湾站,台南场将于明年1月7日下午2时30分,在台南文化中心登场。 17岁的吴宜慧将单纲钢琴协奏同台演出《小邦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幼时曾因罕见疾病接受化疗的他将捐出个人的演出所得给罕见疾病雷特市政协会,用回馈社会报答曾经帮助他的归人。 无疑会在七个月大时于注射三合一疫苗后出现子肝症的症状,且小板从十多万数降至两千多,经求蛋白,肋固醇治疗甚至换血都无效,直到化疗后才稳住病情,但发育也因此受到影响。 6岁时为了训练手部的肌肉而开始学习钢琴,虽曾练到钢琴上且技斑斑,但仍坚持苦练,迄今获得许多国际奖项,为2012年总统教育奖得主。 第九届柴可夫斯基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Domker特别奖得主,2015年也多下日本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上奖及第13届中华青少年肖邦钢琴大赛第二名等。 柏林交响乐团将到台湾巡演,无疑会以演出影片参加钢琴协奏申选,获得在台南场演出的机会感到相当兴奋与期待。 从小接受治疗的无疑会有感于自己一路接受过许多人的帮忙,才有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情意,因此从小学六年级的个人钢琴独奏会开始,就会捐出门票收入给家福中心语。 柏林交响乐团的演出也将捐出个人的所得,关怀罕见疾病儿童。